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决定赌场血域高原 王晨在试人羊里无法完成的无人区探浅之旅 出发前 羊在西藏遇见了蓝天 蓝天是一位倔强勇敢的姑娘 曾经在干人波际为了拍摄星空导致高位且探 虽然全身三分之二的肢体一无知觉 但蓝天依然乐观积极地生活着 羊也受到蓝天生活态度的激励 带着蓝天的梦想独自去穿越枪档无人区 影片正式呈现了穿越枪档所要面临的各种挑战 恶蓝的跟踪 龙熊 毛鲁的攻击 以及突如其来的沙尘暴 温泉分 还有良知云学的准确 钢和缺氧 稍有不慎就会算是幸运 不过经过最终77天的努力 仰终于走出了无人区 影片中还出现了很多无人区稀有的动物 满足了很多人对珍惜动物的好奇 看完这部影片顿时对它充满惊议 那女主角间心心相惜更是让人羡慕 影片中的每一种情感表达都极为克制 它还正是这样的独特的留白 让这部拥有绝美分解的户外探险影片 与我们产生了强烈的痛感 让我们提个H3 喜欢的小伙伴一定要去看一下哦 好了 咱们终于在下班了